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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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你好,我是來自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是獨報單元 在開始之前,我先工商一下 要工商什麼呢? 工商我自己的頻道 各位廠商啊,大德們 看看這個獨報單元啊,還有月報單元 他們其實是可以讓你插廣告的 如果你們沒有想要買專片 製作一片的話,那我覺得獨報也不錯 而且因為獨報跟月報啊 都是相關新聞嘛,所以他 應該有一定的流量,你們數據乘上去 也好看 工商就到這一邊,我們來看第一則新聞 第一則新聞在inside這邊 其實到處都有,就是今天的新聞 Sony遊戲巨作 最後生還者將被HBO改編影集 核爆家園主創抄刀 那核爆家園我沒有看過 儘管我看過這麼多美劇,可是就 這個沒看過,Anyway,總之 他們要開新的影集 Sony旗下的工作室Naughty Dog 的經典遊戲最後生還者,確定要被 HBO翻拍成電視劇 那之前HBO比較 出名的就是權力的遊戲 那根據外媒 報導,本作將來HBO 評價最佳影集之一和爆家園的 核心創作者指導,而且為了 確保拍出原汁原味,最後生還者的 編劇兼創力總監,也會加入 團隊拍攝,那2013年 發售最後生還者是第三人稱的 生存動作冒險遊戲 那劇本人物刻畫與遊戲性都相當 廣碩好評,那最近也要出二代了 被英國的電影雜誌 帝國被譽為遊戲界的大國民 各版本銷售量 累積超過1700萬份 不過啊,他沒有說什麼時候要 就是要拍好,那我們就 跳過吧,第二則新聞 單身日記,新鮮人篇 世界觀,衍生星座,蛋黃人神 揭開,採大蜂的玩法 搶奪別的女朋友 那這一個我之前有工商過 這一個就算怎樣,售後服務 那沒想到,我真的是 沒有想到,他們會拿 就是這一個IP 來做一個全新的不同的遊戲 因為他們之前是有點是ABG 加探索吧,探索類型的遊戲 他之前玩起來有點像同級生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 那之前有出過一個大富翁史 只是不是他們做的啦 這款遊戲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已經進入最後調整階段了 4月2號正式上架 而且他是 預計未來把遊戲帶到 Google Play跟Apple Store上面 那這個 這個有機會吧 有機會再跟各位介紹 好,下一則新聞 光榮特庫萌特賣 這個到3月10號 如果想要玩人王 或是來殺戀金工坊 這些可以買 真38沒有電腦版嗎? 為什麼真38沒有 有耶 30% 我是不知道 人氣爆棚耶 是真的人氣爆棚 大多負評 蠻厲害的 那 真37猛將賺好像是可以買 而且311 我會覺得如果說你想要玩人王 人王三天內應該 趕一點的話應該是玩得完 然後447的價格我覺得是可以買 雖然說之前他已經有免費了 那如果你沒有跟上免費槽 那你也沒有PS 那沒有辦法 你就只能買 那來殺戀金工坊 其實我一直說要玩 就是沒有時間玩 那接下來什麼 生死格鬥也蠻適合的 他的褒貶不移好像是來自於抽服裝 遊戲基本上是還OK的 可是如果說你是單純想要看 但是想要看奶的話 我是覺得下面這些比較香 就是戀金工坊系列 反正這次是他們的發行商周末 有興趣的話會看一下 那至於下面的水浮傳 信長野望 大航海時代 山谷群英傳 這些 我是個人是沒什麼太大的興趣 有興趣的自己買一下 好 接下來下一則新聞 全境封鎖2發表全新資料片 紐約軍法3月3號重返紐約 原本我知道我在實況中講過 那個 這個新的DLC我是不會玩 後來發現 因為這幾天 LINE群裡面 我的觀眾們都在討論全境封鎖 他們有說 遊戲玩起來好像都不一樣 這個東西當然是有好無有壞 因為聽說 之前的玩法跟配裝 或是一些build 全部廢掉 幾乎絕大部分都廢掉了 他們有 感覺上好像是比較好玩 當然Ubisoft也不負各位的眾望 這個不負眾望 大家應該能理解 有玩Ubisoft遊戲的人 就能夠理解 我這邊就不偷嘴廠商了 畢竟想要賣廣告的 就不偷嘴了 什麼馬鈴薯伺服器的 什麼BUG很多的 我都不會再提 在全軍封鎖2的紐約軍馬中 國土戰略局特工們 將面對前特工亞倫 叛面特工 亞倫基納 哇 基納又回來了 基納不是從一代 大家就是在關心她後續的故事 Anyway 如果回來了也不錯啦 那 我也撤回前沿 因為 原本是想說 如果沒有什麼變的話 就不回去玩了 只是 多新的地圖的話 可是如果說 它真的改動蠻多的話 我可能最近還有機會玩一下 而且 據說啦 就是因為之前有一個80塊的活動 就是 它們現在的流量 就是 線上玩家很多 聽說很多 然後另外它這邊有寫30級 我記得好像到40級 而且它們 有 好像可以直接把你角色拉到30級 或是直接從30級開始 所以在銜接上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啦 好 下一則新聞 這邊是蘇惠時代 陳君毅的報導 想玩絕版還願先考上哈佛 倒是沒有啦 就是 赤足的兩大招牌作品 列入哈佛大學的圖書館館藏 哇 真是不得了 那返校上映 推出返校的手遊 再加上去年7月 作為一家遊戲公司 今後我們仍會繼續創作 聲明 赤足遊戲似乎漸漸走出 因為還願小熊維尼事件 帶來的影響 哇 後來這件事件 其實我這件事件 聽了很多圈內人的講法 可是 其實全部都是無法公開的 嘖 那 那這樣要怎麼講啊 喂牛 各位 無巧不成書 還好沒有說流嘴 哇 一通電話 因為你們知道我的賭報 是沒有寫腳本的 就是看著 就 就直接發表我的想法 一通電話救了我 Anyway 那我們就繼續念報紙了 那赤足表示從來沒有想過 遊戲能在哈佛大學圖書館沒看見 赤足遊戲的共同創辦人 姚順庭 像蘇維時代表示 哈佛大學燕金圖書館 現年就有收錄一試 就有收錄 那個聯繫過赤足遊戲 但是在處理版權上面 花了一點時間 那對於被收錄為 哈佛大學燕金圖書館的館長 赤足遊戲表示非常感謝 並且把殊榮歸給 所有支持赤足遊戲的玩家 那離開學校多年 自動埋頭開發的我們 從來沒有想像過 有這麼一天 自己創作的遊戲 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 被看見被體驗 除了感到無比的榮幸 也是一個機會 讓我們再次沉澱 重新思考遊戲所有的 無限的可能性 Anyway 總之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對遊戲界 或是對台灣創作者來講 都是一記強心針啊 真的是強心針 好下一則新聞 BioWave不放棄冒險聖哥 打算重塑遊戲的世界觀 這是前同事歪歷寫的 Forgameless的報導 怎麼樣 冒險聖哥 你也要來一個重駐版嗎 好 總之 這個新聞 我就不念 就大致上不念 就是知道 他們有打算要繼續做這個東西 那他們的官方表示 在過去的一年 開發團隊努力的提高 遊戲的穩定性 效能和生活品質改動 生活品質改動 生活品質改動 同時也持續更新 第三賽季的新內容和功能 我們也聽到你們的反饋 冒險聖哥 需要更令人滿意的吊寶體驗 更好的長期發展 更充實的Endgame 因此我們理解到 還有更多基礎工作 基礎工作要進行 基礎工作不是在一開始就應該做好的嗎 因為我原本一直以為是 就是bug多跟遊戲內容不足 可是你這邊提到基礎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蠻奇妙 Anyway 以便充分發揮遊戲體驗的所有潛力 這會需要更多的實質性的改變 而不是只是更新或擴充資料片 在接下來幾個月 我們將專注於長野性的遊戲體驗 重新設計 特別是以明確的目標 來重塑遊戲的循環核心體驗 用有意義的獎勵 來鼓勵挑戰和進步 所以之前的獎勵都是無意義的 是不是 然後剛剛前面講 就是 而不只是更新或擴充資料片 就表示底子沒搭好 我想講之前有人就問我說 有時候我會講說體質很好 是什麼意思 體質很好 就是整個遊戲 它的問題並不是出在於 它例如說什麼打擊感啊 射擊感啊 或是一些bug啊 或是 什麼地圖設計什麼的 就是 它可能只是一些 能力啊 或是平衡啊 或是一些 東西沒有做出來 導致它的內容不確實 尤其 我蠻常會把體質很好 這個東西用在EA遊戲 Early Assets的遊戲上面 就是早期開發 因為 早期開發 它常常釋出的內容就是 東缺一塊 西缺一塊 它只是可能 礙於無奈 或是礙於股東 它必須先把東西釋出來 然後撈一點錢回來 才能夠繼續再開發下去 所以這也是EA遊戲 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它釋出 它可能賣不到一定銷量之後 哇 它就不做了耶 它EA就丟在那裡了 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那之前也有 那個 留言講說 買EA遊戲有點像是在 賭博 確實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 買EA遊戲 我會先玩 然後玩完再跟大家講體驗 因為 EA遊戲是真的蠻像賭博的 有時候讀到一個 產品它可能不夠好 或是公司放棄開發 那就蠻 蠻糟糕的 好 總之 冒險聖哥它還要繼續做 到底能不能像是 No Man's Sky一樣 大翻盤 不知道 可是如果有這麼一天 冒險聖哥我再回去玩 好不好 下一則新聞 對馬戰鬼 中文版確定 6月26號 同步推出 即日起開放實體版 與數位版的預購 還沒有體驗版 對馬戰鬼 就是對馬幽魂 說真的 對馬幽魂的翻譯 比對馬戰鬼好蠻多的 這是巴哈姆特記者SEN的報導 好 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就好 6月26號 再下一則新聞 這一個 就是 Nintendo Switch Lite 珊瑚色新款主機 3月20號推出 那這個新聞 我們就不念了 我們就看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 這一 因為其實我覺得 Nintendo Switch Lite 就不是一些 重度玩家 他們會考慮的內容 因為 像我自己大部分都會 還是會選擇在大螢幕上面玩 我自己也比較少出門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 很常出去玩的人 很常在外面玩 Switch的人來說 或是你常常就是趴在床上玩 你也不太用電視螢幕的話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蠻想買的 像粉紅色跟水藍色 都是蠻討喜的顏色 這個跟講 拔妹絕對 絕對好用 如果你認識哪個女孩子 然後你剛好手頭又有點餘裕 然後她剛好又生日了 你剛好又喜歡她 她剛好又沒有Switch 這一台 這一台 好不好 總紅色的 相信我 我跟你講你買了送她 沒有追到 你寫信跟我講 好不好 我 我再跟你說對不起 哈哈哈 下一則新聞 禁舞團Online港澳版已再度上線 挑戰金中國 Lovely 等多首耳熟能詳的歌曲 我這輩子 有幾款遊戲 很後悔 沒有下去玩 一款就是RO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寫雜誌 沒有想到RO的稿量這麼大 我因為沒有玩RO 然後去選了別款遊戲來接 結果 導致就是我不停的一直在換遊戲 因為那些遊戲可能生命週期都不長 所以我就要不停的去熟悉一些遊戲 然後不停的去練功 可是如果我玩RO 你們知道一個月差多少嗎 一個月 我在寫雜誌的時代 一個月大概差10萬塊的稿費 10萬塊喔 真的還蠻多的 真的蠻後悔的 第二款 就是LOL 它不是第二款 就是我講的第二款 就是英雄聯盟 如果我早早進英雄聯盟的話 不過說不定進英雄聯盟之後 就不會做YouTube 因為可能在英雄聯盟那邊的發展 你就會壓縮到做YouTube的時間 還有一個就是競舞團 那你們可能不知道 在當年 當年 我聽說的 我先發誓 全部都是我聽說的 競舞團被戲稱為競泡團 它就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約炮軟體 它就是早些年的約炮軟體 不過這裡都是聽說的 可是 是真的聽到很多喔 不是普通多 很多喔 那現在已經有交友軟體了 這個應該就沒有那麼厲害了吧 Anyway 總之 就這樣 下一個 《腐朽之都2》最新版本 《腐朽之都2強化版3月登入Steam》 那這一個我之前玩二代 也是在Windows Store上面買的 然後也是透過Windows 他們的系統連線 那個時候我對這支遊戲 滿不爽的 因為它連線問題非常多 強調 非常多 然後遊戲的BUG 什麼的一堆沒有的 再加上又沒有中文版 那這一次除了有中文版以外 我看一下售價好像也才400多塊吧 我印象中 那有興趣的話 400多塊這個價格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買好像1000多塊吧 那遊戲都過這麼久了 它現在也出 喔對啦 2018年5月嘛 已經過這麼久了 那現在在Steam上面出 我覺得400多塊 它是可以買的價錢 好下一則新聞 木棉花宣布3月在桃園以及台南 分別展開桃園動漫 韜樂園 台南翻轉動漫記 這一個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也取消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關於疫情的相關新聞 就是包含就是一堆 反正就是有關於疫情的新聞 因為它非常容易被黃標 我到時候再統整一下 就是最近有哪些展可能會被取消 或是已經被取消 到時候再幫它統整一下 那特別講這個木棉花是因為 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因為它只發生了幾個小時吧 可能不到一天 就是 你們知道木棉花在Twitch跟YouTube 他們開始做大規模的動作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他會在YouTube跟Twitch上面 做馬拉松式的直播 然後去播他們擁有的版權的動畫 那YouTube好像可能 因為某一間跟木棉花 可能猜想 下述都是猜想 他們可能有一些版權上的問題 或是授權上的問題 然後那一間公司 可能就提出版權的申告 或是 那個YouTube的ContentID直接抓到 或是 版權擁有商 它直接把那個 ContentID的白名單抽掉 導致 木棉花的YouTube的影片 大量的被檢舉 那所以 就在這個同時 這一瞬間 木棉花大概五十幾萬訂閱吧 它的頻道 直接被YouTube系統砍掉 不過後來 我記得在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頻道就恢復了 那恢復之後 我有特別去看一下 那個YouTube的狀況 我不知道YouTube 是不是本身 它的直播人數 就比Twitch少很多 因為Twitch大概看有時候 看它播什麼 有時候一兩千人 然後播進擊的巨人 或是一些比較經典的動畫的時候 人數就很多 可是我那天看YouTube 就是它被砍頻道之後再去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演算法欺負還是怎麼樣 還是被動了什麼手腳 YouTube五十幾萬訂閱 大概只有五十個人 在看他們的動畫 在YouTube平台上面看動畫 這倒是蠻奇妙的 好anyway 最後一則新聞 哇 這個是由4GamerAlien報導 目標全年齡的偽娘遊戲 普吉Project 送神分級沒過 原作者圖下作謝罪 那 這支遊戲我是沒有注意到啦 因為我個人對於偽娘 都沒什麼興趣 好anyway 就普吉Project是日本一 日本一也是一個很經典的遊戲開發商 那他們有 我之前有玩過他們的一兩支遊戲 不過都是恐怖遊戲 不是這一類的 好 那他們開發的遊戲 描述遊戲主人 伊草原人 以美少女的身份 進入女學生比例99%的超級大小姐學校 私立百合愛學員所發生的故事 日本一為了讓這款遊戲 能夠順利達進市場 先前就以全年齡女裝遊戲為號召 進行漫畫精品舉辦活動等方式來宣傳 不過我們注意看到這個下面 那原作者在影片中表示 在送神的角力中依然失敗 並解釋 像是 新文可能激起性聯想的相關內容 泳裝出血虐待上 就不能夠獲得全年齡的分級 對於一個有 的美少女遊戲來說 要完全破弓這些東西實在是太難了 希望我不要就這樣子黃標了 反正這類遊戲是沒什麼興趣啦 好啦 那這一次簡單的讀報就到這邊 之後如果你有想要看什麼內容的新聞 有什麼方向的啦 比較有興趣的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你的觀看 我是萊斯 大家掰掰